普京在年度记者会上幽默在应对记者提问时的高情商时刻也受到外界的关注 在当天记者会上 一名纽约时报的记者称 已有近一年时间 西方媒体记者无法参与到这样的活动中来 普京打断了记者提问 并现场甩锅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称这都是佩斯科夫的错 自己是一个开明的人 有着民主的信仰和观点 一名来自俄远东地区马加丹的年轻记者表示 远东的航班通常比飞往莫斯科的航班贵 普京承诺将远东旅行关税这个问题纳入政府议程 并打趣记者是一个帅小伙 可以生个孩子以便获得远东居民的优惠关税 记者会进入第四个小时 接连应对提问的普京 面对人工智能生成的AI普京一度语色 圣彼得堡大学的学生用AI普京向真实普京提问 如何看待人工智能给生活带来的风险 以及他是否真的有很多替身 引发全场笑声 普京犹豫片刻给出答案 对 我看来说 你可能会像一个人 和我说 是我个声音 但我认为 det 和自己说 也认为 和我一人轻聆讲的人 只有一人 这些人就是我 这就是一位我们的经历 当时是一位我们的经历 但是关于艺术的智能 对 这是我第一个 有传言表示 普京因健康问题 而在一些公开露面中使用替身 科工对此予以否认 并表示总统的健康状况良好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